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和大家再讲一个鼓的一个音色 主要是低鼓的一个音色 叫做Fruit Kick 这个插件呢 我觉得现在无论是材料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古迹也好 低鼓的音色真的是不缺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一些电子音乐当中 体现差距的主要就是在音色设计上面 因为电子音乐基本上和声不会太复杂 音色的一些叠加 你有的音源别人也有 那我们体现差距的地方 就是在音色方面的设计 同样一个音色 你能设计成什么样 它能设计成什么样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反过来的谈一下 我们的自己的流行音乐 现在大家听的这些东西 和我们小时候听的没什么区别 还是旋律走向的 以后还是来一些旋乐 可能塑琴的旋乐铺里 铺的听华里 然后钢琴鼓这些东西 技术上升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流行音乐当中 音色方面设计 还是很兴趣 大家可以听一听一些榜单 我们华语流行 一些榜单 前世明是哪种类型的歌 欧美的日韩的是哪些歌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且不说这音乐 这个旋律性好听与否 我们就从这个编曲 这音色的设计来说 那其实感觉一个在地球 一个一个太空的感觉 距离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回到这些视频 主要讲的叫Fruity Kit 很多音色 你单从这个音色来说的话 真的 没什么意思 它这边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预制 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你要知道 水果这个软件 FL Studio这个软件的话 它很多时候 它自带这些插件 它可以是很方便的做这种 Ultimation 做这种包裹自动化的 当我们一个鼓 在做这个的时候 在打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边 让它发射的手 一边做一些自动化 你选一个 就是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本来其实很普通的音色 当我们去画上各种包裹线以后 它的音色就会变得特别 与众不同 这就是 这个水果自带的 虽然你也可以通过 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效果器插件 来实现这些 滤波的这些功能 但是这些 来再画的话 再分配这种推子的话 就非常麻烦 这个门槛比较高 你怎么去分配 而且分多了以后 一首歌里面可能有二三十轨 然后每一轨就三四 三四种这种包裹 最后你自己都分不清了 哪一个是控制哪一个的 哪一个是控制哪一个的 都乱了 但是用它自带的 那就非常好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内部的粘通 这就是我讲这个音源的这个目的 就是 不要看似一个很普通的音色 在这个苹果给你自带的 这个音色当中的话 只要你设计的好 只有你有想法 还是能够设计出 很多 这种语众不同的音色出来的 一个语众不同的一个 KICK的音色 可能对你整个音乐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效 好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